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7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一个是美国入境限制松绑 学生签7月份可直飞美国 第2个是赵婷的绅士 第3个是 深圳人口形势逆转 那么后面这个呢 是我们上午没讲的,因为我们上午讲的另外一个题目 那么先讲这个 签证,这个我最关心,因为 我们很多的网友,很多留学生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先讲这个 美国自2020年1月开始针对中国等国家实施的入境限制 将于今年的7月份开始 部分松绑 那么 滞留在中国的几十万 赴美留学生,有望在今年7月份,秋季 秋季 秋季这个学期回归美国校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美国国务院4月26号发表声明 说目前美国对过去14天内 曾经在中国 伊朗,巴西 南非 英国,爱尔兰 和深耕地区的人实施了入境限制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区的学生 交流学者,记者和寻求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支持的人士 可以 可以这个获得例外的入境许可 他说对于那些,第1个 过去14天在中国,伊朗,巴西或者南非境内活动 学术项目在2021年8月1号或者以后开始的学生 和学者 已经持有F1和M1的学生签证 无需经过其他的手续 学术项目前 开始前的30天可以进入美国 可以入境美国 这是第1个,第2个 正在申请F1M1签证 签证获得以后 可以在学习开始前的30天 内入境美国 美国F1和M1的签证签发对象分别是参加美国学术项目 Academic Program和职业性项目 Vocational Program的外国学生,包括小学生,中学生和高中生 那么这份声明还表示 除了前述特定的对象以外 所有来自中国、伊朗、巴西、南非、英国、阿尔兰 和深耕地区的学生、交流学者、记者 和寻求为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支援的赴美人士 可以向美国驻该国的领事馆进行确认 已经持有有效签证 或者签证豁免资格 查询要向这个领事馆查询是否也能够获得入境许可 那么声明还指出 因人道主义旅行、公共卫生 反应和国家安全寻求进入美国的旅行者 会办法国家利益豁免 那么这些旅行者和其他认为他们的旅行对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就要去 他们最近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网站了解如何和他们联系 那么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从去年开始 滞留在中国国内的大批的留学生基本上能够在今年7月之后 返回美国 恢复线下的学校校园生活 但是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来 就是 今年入学的新生还要克服另外一个关键性的挑战 就是获得美国签证 美国驻华使馆已经宣布 所有驻华使馆在5月1日假期之前 绝大多数移民和非移民的面签,预约已经取消了 什么时候会大规模的重启美签业务 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那么今年年初以来不少中国留学生开始选择 经新加坡或者是其他地,第三地 转赴美国,那么也就是说 到新加坡进行14天的第三国隔离 然后在 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办理赴美学生签证 那么有大批的学生已经这么去了 那么2020年1月31号,在美国通报了首例新冠 武汉肺炎新冠疫病例之后一周之内 川普政府宣布 针对中国颁布这个旅行禁令,限制过去14天在中国大陆 境内活动的人士一律不准入境美国 这一禁令到现在没有取消 除了中国之外 美国对欧洲深耕区,英国,爱尔兰,巴西 南非和伊朗也实施了 这个相似的旅行禁令 那么全球各地的美国使领馆 都没有恢复运行 学生签证服务没有完全开始 来自各国的国际学生赴美入学面临的主要挑战 就是拿到签证 那么目前针对700多所美国高校的美国学校的调查显示 去年秋季学期大概有20%的国际学生 采取了远程的方式完成学业 然后他们就当然就有时差了,还有网络的问题 那么根据3月1号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信息 美国在全球的233个非移民签证的处理点中 只有43个仍然 在处理一般的非移民签证 其余的全部都关闭 只在紧急情况下处理少量的签证申请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全球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 美国驻各地的大使馆和使领馆正在努力尽快的 安全重启常规的签证服务 预计最快到 今年的年中才能 才能够恢复疫情以前的工作量,那么在疫情导致全球航班锐减 美国限制来自 其他国家的游客入境等各种因素影响下 全球赴美旅行签证的 全球赴美的留学生规模在去年明显缩水 中国仍然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 根据国土安全部 学生签证管理系统3月19号发布的统计 那么去年 在美国 F1 M1 两类留学生签证 当年新注册的留学生 总数下降了72% 就是去年 M1跟F1的 学生签 新生入学下降了72% 到了去年的8月 那么也就是新生注册最集中的时段,持有M1签证 身在美国的 新 新留学生 总数下跌91% 持M1签证新生下跌72% 从国别来看 中国仍然是美国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 去年在美国读书,持F1 和M1签证的中国学生共有 38万2000人,占总数的31% 但比这个2019年大幅减少了92000人,降幅达到19% 规模第2个是印度,印度是20万人 那么比2019年下降了4.2万人 他比下降幅度是16.8% 规模第3是韩国 韩国是68000人 减少了16000人 下降了18.9% 在125万留学生当中 在美国的K到12 学校上学的留学生总共有59000人 就是K到12就是从幼儿园 K班,K班就是幼儿园 到12年级 这个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育体系 那么中国的小留学生在美国所有K到12留学生的 比例 去年达到43.8% 高于中国留学生 占美国海外留学生总数的比例 中国总续留学生在海外留学生的总数比例是31% 去年有 总共有26000个中小学生在美国上学 那么 2018年 外籍学生就是留学生 一共为美国 经济贡献了2018年 447亿美元 比上年增加5.5% 那么中国 中国的留学生给美国贡献了 149亿美元 占这个全部留学生的三分之一 那么2018年到2019年赴美留学生支持美国大概是46万个就业岗位 当然包括教育啊,住宿啊,零售啊,交通啊 保险等等 好,这件事情是个好消息 希望大家跟进 拿着签证准备去美国的这些留学生们 这是个好消息啊,希望大家能够顺利成行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讲讲赵婷的声势 这个 奥斯卡 奥斯卡金奖,金奖的导演 赵婷是红四代 这重要吗,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为,赵婷本身已经成为公共话题 那我今天花了点时间整理了一下赵婷的资料,那我就把,现在我就把 赵婷的这个资料,我整理的资料跟大家报告 为什么,因为会有很多的不确定的消息,我把它梳理完了以后 希望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 赵婷,他母亲叫黄涛,他的爷爷叫黄火青 黄涛的爷爷叫黄火青 那么黄火青是谁呢 我为什么上来就叫黄火青 他父亲叫黄毅诚 黄毅诚是原来的能源部长 黄火青是中共元老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中共元老 黄火青早年参加了五四运动 然后后来就被送到这个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大家知道送到东方大学学习的都不是一般人 像什么邓小平啊这些 这种级别的人 然后他参加了长征 解放后历任天津市委书记 后来先天津市长 所以他有一个儿子叫 黄魏晶 估计就跟天津有关系 后来是去了辽宁当辽宁省委书记 后来是东北局的书记 所以真的是一个高官,中共的高官 文革倒霉,我们就不说了 1978年到1983年 他任这个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 这个后来审判四人帮 那个时候非常有名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黄火青,听过这个名字 后来呢退休就成为 中顾委的常委 大家知道 中央顾问委员会里面全是中共元老 那他是中顾委里面的常委 所以他很有地位,地位非常的高,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的高干,他是中共元老 或者说我们说他是中共元老的核心人物 那么黄火青有三段婚姻 总共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 大女儿呢就两岁夭折 就可以 另外一个呢就是小女儿 小女儿叫黄宁宁 黄宁宁后来嫁给了谁呢,嫁给了一个 军人 解放军的士兵,他后来就后来成为解放军的少将 他叫徐燕,我为什么讲这个人呢 徐燕后来成为这个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 教研部的教授,他受 少将军衔 那么他在2018年,以前没有人知道徐燕是谁 他在2018年有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这么说的 这段视频让他出了名,我也是因为这段视频知道这个人 他这么说,他说97年我到香港,2018年的视频 我到香港的时候,与驻港部队研究香港涉情 香港的社会基础,实事求是的讲 是中国最坏的地方 比台湾都坏 毛主席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分析一个地方的情况,首先要分析他的社会状况 台湾真正反共的人并不多 当地居民80%对共产党无所谓 去的20%都是抓壮兵 这是 这是这个 这个 许燕 许燕的一段话,这段话在网上流传 就 非常真实的反映了中共内部是怎么看待 香港社会 所以你可以看 习近平在香港做的这些事情反映什么,其实反映中共内部对香港的态度 我们讲回来,黄涛的父亲 是黄火青的 二子 第2个儿子 叫黄毅诚 黄毅诚呢他后来官至能源部长 我当记者的时候他就是能源部长 说我知道这个人 那这个黄涛就是个典型的红三代 红一代是黄火青 然后是黄毅诚,黄毅诚是红二代 他跟李鹏是一代人 他是李鹏时代的能源部长 然后就是黄涛 黄涛是红三代 当然 赵婷就是红四代 那么黄涛早年就在这个总政歌舞团,大家知道这红三 红三代嘛,这个小姑娘长得好看就去总政歌舞团,后来去 后来转到这个医院,医院做干部 做管理工作 黄涛早年就下海经营房地产 这是 这是黄涛,这是赵婷的母亲 赵婷的父亲是叫赵玉吉 赵玉吉是五四年出生 他初中辍学就去铁路做这个 做信号员 我们现在觉得好像铁路工人好像 不大行,但是你别忘了他是什么时代的人 他那个时候工人是有政治地位的 所以赵婷 赵婷的父亲赵玉吉,当年就跟那个黄涛结婚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几个大学生 肯定没有几个大学生 然后呢 当然跟黄涛一结婚就不一样了,他父亲是黄奕成 然后他爷爷是这个 黄火青,那当然安排 一安排,安排到哪里去?中办 去安排到中办工作,你想 中办是什么?中共中央办公厅 直接安排到哪里? 这叫大内 在大内工作 然后30岁空降到 直接空降到首钢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代 首钢是全中国最大的国企 直接安排到首钢当什么?副总经理 首钢的董事长总经理是谁?周冠武 周冠武现在可能年轻人不知道 周冠武可是京城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 那他儿子 大儿子周北方 周北方也是个人物,非常有名的人,他的 他跟谁混得好 他跟邓小平的儿子,小儿子叫邓志方 混得很熟,非常熟,一起做生意,在北京,在香港 他在北京 周北方,邓志方 二方 在香港和李嘉诚混 成立了一家公司叫 首掌 四方 首掌 首是首钢 掌其实是常识 所以合在一起叫首掌 四方的方就是邓志方 跟周北方的方 成立一家这样的公司,形成一个 然后不断的收购 所以你讲这个资产膨胀 这是开始,这是始祖 这是始祖 然后不断的收购,成为首掌系 这是一个 后来 当年 当年江泽民怎么降助邓家的 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个关系是什么 95年 95年就拿住了,拿住了周北方 周北方出事 周北方出事呢 江泽民先让这个周冠武退休,95年先让他退休 退休之后就把周北方给抓 把周北方抓,一抓,周北方就 抓进去,周北方全尿 全尿了以后呢,当然这个 江泽民手里就握着一堆的材料 那把柄就有了 所以 95年之后 邓家的人就开始低调 基本上就低调 那么讲回赵玉吉 赵玉吉呢,在首钢没有待太久 然后就被周冠武排挤 估计是高看子弟不听话,就把他排挤 排挤呢,就安排去了哪儿,国防物资总公司,一看就是又是个国企 当总经理,他去首钢是当副总 然后去 国防物资总公司当总经理 然后他的履历就是这样 1985年 到1991年 首钢副总经理 1992年到1995年 国防军工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然后是96年到98年 中国积电设备总公司总经理 你看这都是 这都是非常 跟军队有关的这些国企 积电设备 然后到了1998年5月,就这个华石控股 看不出来是什么公司,董事长 有点像自己成立的公司 99年黄火青去世 黄火青去世之后呢 然后他就 这个 赵玉菊就下海 下海做生意 下海一做生意,一有钱就开始 这个男人一有钱就变坏,就和这个黄涛离婚 黄涛离婚 1997年 他跟黄涛离婚 当年 应该不是97年 应该是 不是 是1997年他认识了 刚刚和英达离婚的宋丹丹,宋丹丹是97年离的婚 赵玉菊不是 认识28天 他跟宋丹丹结婚 这也是 双方都有孩子 赵玉菊的儿子是赵婷,宋丹丹的儿子是巴图,巴图是宋丹丹和英达 英达的孩子 所以你看,赵玉菊的简历看上去很厉害 但是其实他的学历是假的 也不能说是假的吧,就工作以后跟 跟习近平的学历是差不多的 就是 小学博士,中学博士 这个 这个赵玉菊是中学博士,比习近平好点 然后他所有的岗位 都不是他厉害 都不是他 他自己的本事 都是因为他老婆 所以他其实 赵玉菊严格的来说,他算是个外围 就是 红三代的外围 因为他是女婿 他不是儿子也不是女儿 真正的红三代是黄涛 当然这里面最厉害的是谁 这里最厉害的是宋丹丹 他前夫英达的父亲是谁,英若成 英若成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而且 他做过文化部的副部长,做了几年,做了五年文化部的副部长,一直做到 90年 86年做到90年 宋丹丹的哥哥 也不简单 叫宋北 宋北山 宋北山是谁呢 宋北山是乔石 乔石的秘书 所以不简单,所以宋丹丹这个人也不简单的 也不是浪得虚拟 后来宋北山去了 去了山西做副省长 因为外放 通常这些人都会把自己秘书放的地方去做干部 但是后来乔石退了 所以宋北山也没有这个往上走,最后退休前是 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 这是一个退休位置 所以赵婷说他工作以后没拿过家里钱 这种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像那个谁 薄熙来说 他儿子薄瓜瓜 靠这个奖学金读书生活一样 这种话就没什么意义 那么网上是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 说现在大家在为赵婷喊冤,说是中国封杀了赵婷获奖的消息 有个说法说是,这实际上是赵家要 赵家想要 他们不希望这个事情被炒热 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赵婷获奖在国内被这个 被不断的炒作,那么他的背景就会被挖出来 那包括赵玉吉跟黄涛的离婚 包括他自己一个出征 这个赵玉吉怎么进的中办,怎么后来去的首纲等等 估计都会挖出来 但是其实不吵也会扒出来,其实你看我们就扒出来 我看了一下宋丹丹的微博,没有赵婷获奖的消息 不确定,我不确定是宋丹丹没发 还是发了背山,就不知道 赵婷15岁去英国读书 他读书的学校叫Britain College 18岁就纽约 纽约然后读政治学,后来学这个 电影制作,电影制片 赵婷拍的所有的电影 都是赵玉吉投资的 那么 而且赵玉吉还是赵婷第2部电影的制片,第2部电影叫 The Rider,就是起手 这是他的制片 这个电影参加了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节,而且获得了最佳电影奖,最佳导演奖 但是这部电影没有在中国公演 Filmmaker Filmmaker的杂志介绍他这么说,他说 2017年 赵婷指导了起手,就是The Rider 这是一部当代西部片 讲述了一个 牛仔自我发现之旅 因为一场近乎致命的事故 终结了他的 职业起手生涯 这部电影是由赵婷父亲赵玉吉执行制作 和他第1部电影一样,赵婷 聘请了一个非演员阵容 他们住在拍摄地点一个牧场 赵婷的灵感来自他拍摄第1部电影时认识的牛仔 他在一次,这个牛仔呢在一次牛仔竞技比赛中 从马上摔下来 头部严重受伤 然后赵婷呢就邀请他在电影里面 扮演他自己 演他自己 那么网友说,这都是别人说的,所以我就要引用 要声明 赵婷的成功,其他中国人不能复制 因为就算是你是天才的导演也不行 为什么 第1 你父母有没有足够的钱给你拍电影 而且不需要考虑票房 第2,你是不是可以为 冲着 冲着获奖去拍一部电影 这两个你都做不做得到 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有两点 第1点 当然对于赵婷来说,他拿到了一个奖 跟他是不是红四代有关系,有关系 但是你没有看到其他的红四代获奖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要恭喜赵婷 就算是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们也要恭喜赵婷 因为你没有看到其他的红四代得奖 对吗 这里面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这是他自己努力得来 这是第1点,第2点 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说法 攻击这个赵婷 我觉得他不应该受到攻击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伤害其他的人 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他当然利用了他 已有的这些条件 难道他吃喝嫖赌大家就高兴吗 他拿这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觉得攻击赵婷是不应该 好吧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 看到什么呢 看到中共的这种裙带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中共 所以很多你在中国成功的人 其实你现在看一下 在中国获得成功的人,其实真的不是一般人 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而已 我们很多人的背景,他后面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所谓的成功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 他一定没有告诉你,他不想告诉你的部分 所以不要听那些 成功的故事 他成功的经验一定没有告诉你 没有真实的告诉你 好,那我们今天 赵婷的声势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呢 这个题目看来是没法讲 我简单的说吧 第7次人口普查本来应该在4月上旬 公布 今天已经是到了27号,这个北京时间也是28号还没公布 看来这个数据是有点严峻,我估计北京那边在忙活在各种 各种平衡修改 我们讲讲深圳,深圳人口形势逆转了吗 这里面 深圳一直是中国最早 采取吸引人才政策的城市 而且他的人口政策的门槛也最低 所以也非常有效 深圳的长出人口过去五年都非常清楚,过去五年那个 都是持续的人口流入 从2015年到2019年深圳长出人口的 数量 分别增长了2015年开始 60万 53万 62万 50万 41万,其实他人口一直增长 在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 北京呢 他应该,他就强调这个首都功能 首都功能就是驱赶低东 既然是首都功能嘛,就是要做这个习近平的皇城 习近平的皇城不能有那么多的人 所以他的人口是稳步略微减少 这是北京,所以北京的人口不会增加 只会减少 这是减少的幅度的问题 这是第1个 第2个 另外一个,北京跟上海人口都是2300万人口 所以他们都在控制人口 但是呢前两年呢 上海的人口下跌对上海经济影响还是有的 所以这两年上海呢开始略微放松人口 因为上海跟北京还有点不同 上海的老龄化的现象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开始 稳住人口的基础上略有增加上海的形势 广州 广州人口基础大 人口流入稳定 但是 他的规模跟深圳,深圳略高一点 人口流入的这个水平略高一点,基本上就是 广东省在流入 所以深圳一直是中国城市当中 人口增长最快 然后最年轻 外的人口最有吸引力的城市 但是 有一个新的情况,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其实核心讲这个 深圳的小学生招生人数 移动 和固定电话的用户数 还有这个 连续两年下降 那么深圳统计局公布了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他是这样 深圳小学生招生数是19.07万,比上年下降了6.5% 新生,就是招生,就是小一 小一招生 那么移动用户减少 减少超过214万户 这个固定电话用户减少了30万户 移动互联网用户减少了34万 都在下降 你看这数量而且都不小 移动电话减少了214万 那么有些人会讲可能这是 移动通讯公司这个补贴取消之后 这是有的,这有可能 就是说 原来呢移动公司,移动通讯公司他们 有补贴 用户有补贴,用户有补贴怎么办,就发生什么 发生造假 就是造假 通过造假来 贪慕 补贴 然后应该是去年,前年我忘记了 这个移动公司取消了这个补贴计划 这个补贴计划一取消 移动用户的,移动电话的用户户量 连跌两年 这个跟那个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但是有这个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 但是 固定电话减少了30万,这个是事实 移动互联网用户减少了34万,这是事实 这说明什么,这会不会是一个 会不会是一个这个人口 人口的一个 这个人口趋势的一个 拐点呢 不知道,但是 这件事情确实发生 确实发生 那有些人会提出来几点,一个就是小学生少了 他小学生总数没有少 小学生总数是增加的 但是新生入学的这个小学生,新生就是小一 小一的新生人 人数减少 你小一减少那以后都会减少 但是当然中间会有一些 新来的学生 就是从外来的人口里面新增加的学生 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我就报告大家一件这样的事情 那当然这里面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育儿成本的问题 那么有些人把孩子那就放到老家 育儿成本太高 或者是有些这个年轻人就不愿意生亡,因为深圳的育儿成本应该是全中国 排前几名吧 然后就是高房价 高房价会导致什么呢,高房价会导致一个 我们叫排挤效应 排挤效应是什么概念呢,排挤效应就是 把这个运营成本,大家知道一家公司在运营的过程当中 他有成本 高房价让租金成本上升,但他不仅仅是这个 什么成本 员工的工资成本也会上升,因为 当你房价高的时候,他在本地生活的成本也会增加 当他在本地生活的成本 增加的时候 他要求的工资就会上升 那如果你的工资没有达到那标准,他就不来 所以现在的情况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他会形成一个排挤效应,排挤什么,把一些 他成本一上来,有一些效益不高的这个产业就会 就会挤出这个城市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对人口也会产生排挤效应 就是如果你挣的钱不够多,你怎么办,可能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在 你特别是一些工厂的工人不愿意在深圳打工 为什么 因为你在深圳打工,打了一年下来 把火车票一买,一分钱不剩 因为生活成本很高 所以他不愿意在深圳打工,他就走了,这是另外一种排挤效应 一个是排挤企业,一个是排挤居民 这是深圳面临的 两个主要的局面 所以是不是深圳人口开始 逆转 不好说,他中间取决于什么 中间取决于 继续流入的人口是不是足够多 好吧,那我们今天三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四个问题,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另外我向大家报告,我今天打了第2针 辉瑞第2针 现在开始中午打 现在开始胳膊有点 有点胀痛 但是不是很厉害 他们讲第2针会有反应,反应会比较强烈,我会 我会体验一下,回头向大家报告 好,鸣谢,刘燕 Mr. X Error OK 谢谢 观点 赵婷出身显赫,她的成功也是家庭基础上 14或16岁就离开父母到英国上学 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活经历 认为她与家人精神上的connection不会非常的密切 我不推测 我不推测 鸣谢 提问 王老师您今天早上的直播,您说不希望中共开着这艘巨船去撞冰山 您希望它转向 但 不狠狠的撞冰山 把船撞的铁达尼号 中共有可能倒台吗,若转向的话是否意味着中共又继续横下去 谢谢王老师 这是一个矛盾 有没有谁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我相信没有 那当然会有一些人讲希望中共狠狠的把这个国家搞得稀烂 然后中共就倒台了 中共把这个国家搞得越稀烂越好,为什么他倒台更快 我怕的是什么 我怕是中共把这个国家搞得稀烂 他还不倒台 你觉得呢 会不会这样 会呀,你看文革就是这样 中共把中国搞得稀烂 可是他还是不倒台 老百姓很惨 所以我为什么讲 当然我这个观点很多网友会不同意 我知道大家不同意,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是我还是这么觉得 我是觉得 对我来说呢 中共倒台不是第一位 中共倒台不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那些老百姓才是第一位的 就是说 我还是不希望 让中国的老百姓吃苦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 让我有一双 上帝的视角 这些蝼蚁没关系,为了解决中共这个大毒瘤 我们就先让这些人先吃点苦吧,让他们一起 倒台 我 对我来说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 我宁愿让这艘巨船绕过这个冰山 为什么 我不知道在座诸位 对中国到底有多了解 我也不知道在座的诸位对中国的这种 视频有多少认识 我有认识 我去见过 我去采访过,我见过 我见过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 这种 这种物质的匮乏 物质的匮乏对人的摧残 有多么残忍 大家去看一下什么 阿诚,阿诚的那几篇 小说,齐王孩子王这些小说,你去看一下那个时代的小说 你就知道 贫困,赤贫对人有多么大多么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 我就非常,我经常对那些 什么中国经济需要尽力的震动,我听到这种话我就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 为什么经历震动 痛的不是你,痛的是那些老百姓 痛的是那些 辛辛苦苦干了十年八年就过厂子倒闭一身 一贫如洗的人 这是不公平的事情 我 我不想看到这种事情 所以 我知道很多人希望中共倒台 然后希望中共把中国搞成稀烂,然后中共就倒台 但是我觉得 大概率的情况是什么 大概率的情况就是 中共把中国搞得稀烂,然后中共还不倒台 大概率,因为什么,你看一下文革就知道 文革不稀烂吗 文革是稀烂中的稀烂好吗 所以这个问题 在我的优先秩序里面 我还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少吃点苦 现在中国很多人非常的痛苦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你不要以为 说这个马路上看的一个 这个穿的衣服还不算太差的人走到马路上他就不痛苦 他可能第2秒钟就从 从医院的楼顶上跳回来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他中间的痛苦是什么 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的是什么 不仅仅是我们要想,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我们首先要看到什么 我们会失去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 观点很久没有看直播了 最近任泽平有个言论,就是考虑到国外的房产税 中国的房产回报还是挺高的 成本更低 但他就不说房产税迟早要来,房价就会重估 但他就不说房产税迟早要来 房价会重估 我不知道他这个回报是怎么算的 如果考虑房产税,中国的房产回报率还是高的 我没算过,我没看到这篇报道 我没有评价 我没什么评价,我是觉得现在 在这个价位讨论回报 中国房产的回报 不make sense吧,我想一下 深圳一套1000万的房子一个月租金也就是万百块钱 大概是这个概念,如果他要考虑房产税的话 我不知道他的更高的这个道理在哪里 情况,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创新高达到27.9% 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跟什么有关系 跟过去几年中国写字楼的供应量 不断的持续上升有关系 也跟深圳经济 深圳其实从2019年 2018年 就是出现问题 2018年开始P2P爆雷 P2P爆雷就两个地方,一个是杭州,一个是深圳 杭州跟P2P的公司都在这两个城市 一个在杭州,一个在深圳,深圳更多 所以P2P爆雷其实爆来爆去,爆的都是深圳 所以深圳的甲级写字楼里面有大量的P2P公司,他们完全 完全不管租金,直接就进那些最贵的写字楼 所以P2P 爆雷导致这个租金 入住率下降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经济不景气 疫情 疫情 P2P爆雷 供应量 供应量大增 导致的 这个写字楼 情绪,看看东北 社会就越无希望 百姓要爬上土共的大船,希望自己是最后沉没的那个人 提问 美国开放对中国学生签 之后 能有多少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 将是一个对中国洗脑效果的一次全面考验 如果真的如此的话,会对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多大的冲击,毕竟这些孩子不会空手而出 对中国外汇储备没有冲击,因为 九牛一毛 差别很大 这是第1个,第2个 洗脑效果 身体最诚实 我不觉得会有影响 洗脑,怎么洗脑 大家都知道脚该往哪里走 中间有一些说 说 说不想去留学 不想去这个 叫什么 不想去 旅游了 有吗?有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最终他变成父母的时候 他的想法又会改变 情绪微博上有关入境限制松绑的新闻下方留言 很多都是喜极而泣的表情 还有的留言说赶紧走吧,记得买单程 确实令人振奋 期待美国赶紧把天朝的人才都吸走 并且能够留住唯美所用 情绪 美国政府放宽入境限制确实是个好消息 我一方面替 期盼赴美的中国留学生 开心,不过另一方面这则新闻令我愤怒 身为一个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 我自去年3月26号至今不得入境中国大陆 哪怕我持有拘留许可证,在华的外国留学生的授教权 彻底被破坏掉 看到其他国家政府与教育部陆陆续续 开始 提供留学生返校的渠道就感到很悲哀 因为我发现中共根本不在乎国际学生的教育 请和各位多关注我们在华外国留学生的状况 好的 那当然 他根本不在乎教育,你的教育的问题 他只在乎你去,你只要去 成为那个统计数据中的一个一 他就赢了 这件事情不重要 他不是真正的希望你去 接受教育 观点,百年之前大学喊出的是独立制人格 自由自思想 自由自精神 最近偶尔间看到母校 辅导员的朋友圈开始系统的组织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课程 悲从中来 中共只要一说正确 正确的什么什么 他就要骗人了 情况,学校组织打疫苗 还是有不少同学没打 这几天学院要求大家必须打,理由竟然是学院的接种率 在所有学校学院中落后 为了完成接种指标 要求大家打 学生成了行政老师完成指标的工具 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打的,必须一天之内 把学校的诊断证明交到学院 而且发这个通知的时候是周末 如果真的有学生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比较难开出证明 只能自求多福 提问,存在即合理,这个说法对吗 CCP篡政70多年 政权实力确实越来越大 为什么这么邪恶的政体 在国内甚至国际上还有那么多的人和他为伍 这能说明独裁专制也是国政 国家政体的一种表现 形式,也存在合理性吗 请王老师示意 第一 存在即合理 讲的不是合理性 讲的是存在 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条件 所以存在 你说 存在即合理,其实讲的是 每一个存在 的现象 他背后都有知识 存在这个现象的条件 而不是讲这件事情只要他存在 他就是合理的 他就是道德的 他就是合法的 他就是 符合我们要求的,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 存在即合理 你妄文生意了 存在即合理是 每一个存在的现象 背后都有支持 这个现象发生 或者支持这个现象持续下去的条件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这个问题是一个逻辑上的误读 叫 妄文生意 提问,王舍对加速主义怎么看 我对这种小孩子的游戏没兴趣 这个世界上还有加速主义这回事吗 这太 这太小儿科了 你想一下 我经常在网上碰到什么 让中国分裂啊,考虑中国分裂以后的各种各样的逻辑呀等等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从 怎么样把那个大雁打下来开始 研究一下怎么把那大雁打下来的问题 不要研究 大雁打下 现在就研究大雁打下来之后,我们该怎么做这道菜 你说呢 好吗 就是把我们宝贵的时间 花在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上 情绪感觉赵婷是个真心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心存散念的人 要不也拍不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但是遇上现在这种朝廷 确实无奈,希望在听的粉红想想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拍出优秀辱华 辱美作品的华人 在美帝居然赢得这么大的肯定和荣誉 是不是境外反动势力才会封杀他们 他也没有辱美啊 美国不存在辱美 美国的强大是什么 随便骂 对吗 随便骂,从美国总统开始应该随便骂 这才叫强大,这才叫自信 美国如果你骂得很,骂得准,骂得非常到位 就拿奖啊 而且我不觉得那是个如美的作品 情况在中国的一位好朋友和他的老公都40多岁 两口子很难找工作 眼看着要交孩子的学费和保险费 但是他们的老板欠信不发,他一生气又辞职了 40出头 40出头就这样 等他们50岁60岁怎么办 怎么说呢 这就是我说的 这就是我说的 这种苦难 什么叫苦难 就是你找不到出路 你看不到希望,这就是苦难 那么当然有些人觉得中国就要坏下去,烂下去 这样的话中共才会倒台 但是你要知道坏下去,烂下去首先 得到苦难的是谁 就是这些人 就是普通人,中国的普通人 不要以为捡垃圾才是苦难,不是的 你想一下 就像这位讲的这个 他欠薪,老板欠薪,他40岁 找工作是很困难 但也没办法,你老欠着薪,我在那里白干 怎么办,孩子要交学费 家里要 要费用,你怎么能 那只好辞职,辞职意味着什么 出去找工作 这是什么,这就是苦难啊,还有是什么 所以我是 不喜欢那些人 我是不喜欢这种论调,就是为了让中共倒台,让中国人民吃点苦没关系 我是 不喜欢这种论调 情况在中国 情绪,我尊重和尊敬王者悲天悯能的情怀 但是 中共政权的存在对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和伤害 如乌克兰饥荒,切尔默贝利 新冠,红色高棉等等 苏联解体后很多东欧人民的日子过得很糟 苏联解体后过得很糟 可是因为不想和他们过不好 就希望苏共继续存在吗 如果今天苏共还存在 中共狼狈为奸,这个世界会更糟吧 第一 苏共解体之后,东欧人民就越来越好了 你可以看一下以前的捷克,现在的波兰 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 所以 第1个,我认为你说苏联解体之后 东欧人民日子过得很糟,这个结论是不对的 苏联解体之后 东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是第1个,第2个 苏联解体 对,共产党对世界是一个伤害 那就全世界来对付它 就是这样 你说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我想的 就是我不想 我不想什么呢 我不想大家总是把 把什么呢 这没有解决方案 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方案 说 我对付中共 老百姓 放在旁边 这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当年那个蓬佩奥有句话说的对 就是 美国应该支持中国人民 这是很重要 至于怎么支持,慢慢去想 美国应该去支持中国人民 这一点应该成为美国的国策 以这个为国策去考虑这件事情,我觉得会更容易 所以 我 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但是你也没有说服我 好吧 情况,昨天看到国内有个新闻,一个快递小哥重病没有钱 被医院赶出来去世 他曾经多次献血还捐过骨髓 就是这种人间悲剧 情绪,在欧美最大的感触 如果他没有医疗,社会保险福利和养老的拖累 欧美政府会负得流油,一个政府靠医疗教育养老 基本生存条件来赚钱,中国人全世界最累 观点,从王老师这里学到了同理心 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开导,您是我的人生导师 谢谢你 我是这么觉得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人类 我们的 我们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他对活下去 免于饥饿,免于恐惧 的自由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都是受中共 中共洗脑 成长起来的一代 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很多东西是 是有偏差 没关系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 我们可以,但是我们 不能够 我们不能够揽于思考和 前进 就好了,每天进步一点点,认识一点点就好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了解 我们了解 远方的这个 目标 最重要的是 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观点对王健老师客观中立的立场很欣赏,如果每件事情我们都预设立场,那么就一定会找到 符合自己立场的群体 和观点,获得心理安慰 对立面的观点会产生极大的抵触和曲解 缺少了解真正意义上的批判能力,最后只能是党同伐意的残暴祸害 所以美国民主国家的强大在于社会全体讨论 思想开放和包容 这样的才会引起社会反思和进步,非常正确 就是这样 提问,感觉王老师最近几期生意免疫以前洪亮 是否感冒或者受殷勤影响,不是 不是的 可能最近也是比较疲倦 我应该多睡一点 情况,刚才在路边看着一个老奶奶衣衫蓝绿 背着很沉重的扁担,在这里七老八十也得谋生,谋生火,心里非常的难受 就是这样 我没有解决方案,没有人有解决方案 一个政治家是什么 政治家就是来提供社会解决方案的人 所以 我经常讲 我以前讲过,就是 所谓的politician,其实叫政客 政客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 我们以前在读书里面,政客是什么 政治是肮脏的 中共讲的是,其他人的政治是肮脏的 其实政治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 他干什么 他帮助社会寻求正义啊 这是他的职业,你想把 寻求社会正义变成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是多么高尚 是吗 好吧 鸣谢 谢谢 JTL谢谢,但愿CCP早日走向末日,愿中国未来光明 谢谢 TT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我跟你说,感谢大家对应来说消失去rom亲 当客有文化瓦解惠 setting 对 cot误性的 现在见到什么需要说明 ①开